所以最后积分的值 如果我们对所有的这个Path 这两个γ1路径跟γ2路径 太开心心的积分了之后 最后就会要小心方向的 要小心方向的 这些圈圈 但是 就是要小心方向的 我到底要说什么 我们的方向是对的吗 对 对对对 没错 要相信自己 总而言之就是 总而言之就是 中间的这些连结全部都会被消掉 那剩下的就是大圈圈的积分 跟小圈圈的积分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大圈圈积分跟小圈圈的关系是什么 所以我们现在再一次 就是注意一下 今天的呢 今天的呢 我们就是 Omega1的口酒跟Omega2的口酒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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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呢 这个里面的这些洞哦 它完全没有在那个在我们的这个γ1 Gamma1是红色的 Gamma2是绿色的 这是Gamma1 就是我们的那个不好的区域 这些Gamma1完全没有碰到它 完全没占到它 所以Gamma1的里面非常的美好 是一个美好的simply connected的区域 Gamma2也是一样 绿色的区域完全没有碰到不好的区域 所以他们都是simply connected的区域 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呢 这些到Gamma n bar呢 这些没有 Gamma1 Gamma2 就是没有在Gamma1跟Gamma2的里面 Gamma1跟Gamma2里面非常的美好 就是了 所以它就是simply connected 好 然后呢 现在我们要用一个这里面说的最含混的话 就是呢 我们说过说 如果它今天这个Path 就是Gamma1这个Path 它是一个在simply connected的region里面的话 我们它的积分基确就是0 就是这样 可以好 但是它是需要在一个simply connected case 但是我相信大家也可以接受 如果我把这个话稍微大一点点 的一个区域 应该存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区域 它也完全没有碰到不好的东西 就这样 应该存在这种东西 就比Gamma1还要再大一点点的区域 它是simply connected 这样可以 好 好 我们这件事如果还要认真说的话 这个我们会完美了 这个请大家我们先接受一下 可以希望大家说服一下自己 我们真的有这种事情 就是呢 Gamma1跟Gamma2的里面 这是毫无疑问 它就是simply connected 那我们要的其实是比它更大一点点的区域 它应该还是simply connected 而且F是可解析的 就这样 然后呢 它是simply connected 然后呢 我们要说的话呢 就是呢 它在里面是simply connected 所以它会有再大一点点的区域 F是在 所以它比Gamma1跟Gamma2这种范围 再大一点点区域 都还是simply connected 的区域 然后 还是可解析 再说一次 就是 刚刚Gamma1 Gamma2 它的内点都是 它的里面的点都是simply connected 然后我们一定可以找到 认真找 认真找的 当然我可以用很严谨的数学 先给大家看 但是大家 请大家说服大家自己 就是 我们认真找真的可以找到一个 再大一点点的区域呢 F就比Gamma1 还要再大一点点的区域呢 F是 F是在那边 是可解析的 而且那个区域是simply connected Gamma2也一样 可以找到比较大一点的区域 它是simply connected 而且F在里面是可解析的 就这样 好 所以它就是找得到simply connected 的neighborhood MVD 是分别对Gamma1跟Gamma2 不是他们两个合起 Gamma1 Gamma2 就分别对Gamma1跟Gamma2 好了 我们该说的话终于说完了 所以呢 再接着下来 我们的那个 要收成的时候到了 就是用我们前面最熟悉的定理 它是在simply connected region上面的话 那G1圈等于0 就是这样 可解析的函数 Gamma1 Fz等于0 那对Gamma2的积分也是 G1圈等于0 Fz等于0 就是这样 好 好 我们终于 终于 那个 准备要最后的 背话的验证 终于要结束了 谢谢